好 主要各位观众 基泰建设因为基泰大值建案 工地施工不慎 导致临防有塌陷的状况 震惊全台 而本台又接到消息表示 是有民众反应 这个施工围离处 下面是疑似是有下陷的状况 而我们实际来到现场 是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不能太过靠近 但是用肉眼来观看 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陷的情形 而现场的北市建管处人员 是怎么说呢 他们是表示说 确实是有民众反应 而建管说在20号下午5、6点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联络基泰了 就请基泰来查看观测值 不过目前都还没有回应 也还没有结果的 好 我们来看 其实回顾证招所在20号的时候 也是针对基泰违反 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 是处以新台币50万元的违约金 而在如今又有民众是反应 在围离处疑似是有下陷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否真有此事 还有待基泰的回复 而我们也将会持续来带您关注 好 以上目前找到正确状况 时间镜头交还给 宏内出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